今天跟所有得到全世界最著名的七大國際發明展的金牌的得主 可以說是充滿了欽佩感謝的這種心情 讓我們有機會一瞻大家的風采 所以要表達誠摯的敬佩 也感謝大家為台灣爭光 那我很希望把發明跟專利讓它殘留 我們現在申請專利常常塞車 因為人員不夠外聘外審也還不足 所以一定要外聘很多的專家學者 有些在專業裡頭就很有地位很有影響力 也很公平的人來做外省的人員 用這種方式來改善塞車的這個狀況 希望你們在發明的領域當中繼續精進 日升月升 做得越好 所以不塞車以外幫助你們要搭平台 必要的時候 類似這種什麼交易的博覽會 或者平台搭了以後搭橋專案 我們應該來努力來做 我希望未來我們經常的溝通聯繫 建構一個很好的平台 政府該提供的 比較好的發展的環境 這個政府應該提供 那有些可能也需要邊點經費來推動 這我們覺得應該做 讓你們的發明 也讓科技業或者其他產業主 產女投資跟你們合作 這樣共同創造一個新的產業 也會創造國家的稅收 創造國家的就業機會 一舉數得 我心裡是有這些藍圖 所以希望我們的經濟部 同製裁局好好的去規劃 那麼再一次我要謝謝大家的辛勞 祝大家健康愉快 謝謝